有什么评论的什么价值 那好好的 那我们就迅速进入今天的话题 那么我们发现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超过10天没有露面了 这个呢在网络上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猜测李尚福上次出席公开的活动还是在8月底 他在8月29日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上出现 那此后他就没有出现在公共的场合 那联想到中国解放军火箭军最近一系列的遭遇 有人就猜测李尚福是不是也进去了 而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X上的一番调侃 更是给这个传闻啊 李尚福被调查的传闻 也有添上了一把这个一把火 火上浇油了等于 伊曼纽尔在9月这个在上周 在这个社交媒体X上发帖说 说习近平的团队就像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小说 无人生还 那先是外交部长秦刚不见了 接着是火箭军的司令员 现在换成了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李尚福已经两周没有公开露面 那谁将赢得这场事业竞赛 中国的是中国的广大青年 还是习近平的内阁们 那么他在这一段话后 还加上了这个北京大厦里的神秘事件的标签 那么彭博社的报道说 伊曼纽尔的这个言论 其实是违背了美国外交官一贯的一个做法 通常来说呢 美国外交人员会避免卷入有关其他国家内政的揣测 那对于外国官员发表有关中国内政的评论 北京通常会严厉的驳斥 而伊曼纽尔对于李尚福的这番调侃 或者是言论或者是揶揄 也是引来了关注 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记者黄安伟就评论说 每个人都热爱刺激的中国精英政治传言 包括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 其实这个伊曼纽尔提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两周不露面也不准确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官方报道 李尚福是在8月29日参加了 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并且发言 那还见了多个非洲国家防务部门领导 此后李尚福就未公开露面 那如果伊曼纽尔在今天或者明天发这条帖文 那两周不露面 那基本上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那么根据日经亚洲的一篇报道引述 有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 李尚福的缺席很可能与腐败有关 这位美国官员就提到 解放军最持久的问题是习近平无法解决的 那就是腐败腐败问题 而这些问题对于习近平想要实现的目标有很大影响 那这个解放军最大最持久最持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习近平想实现的什么目标 会被解放军这种持续存在的问题影响 和平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层次啊 一个是首先告诉大家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美国 美国驻日本的这位大使是美国的政坛上的一个操盘手 他跟阿巴马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对民主党的取代的这个 这个政治 斗争之间的很多的胜利 可以说他是一个很 非常狠的一个角色 非常厉害 非常聪明 非常的灵敏 但是他对国际政治的这个真的是 比其他国际政治我不了解他了不了解他对中国政治基本上 第一 刚才你也讲了在国际外交界 外交大使 一般来讲是要避免 评价一个国家的这个内政 美国在这些年也是非常的谨慎 但是美国的有些外交官呢 和美国的一些政务官呢 实际上都是缺乏这样的专业的一些培养和指引 他是因为在民主党里面很有地位 才去这个 居于当大使 有一点像这个 台湾的摄长亭 是在政治上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 去当了这个居于大使 这是个临时性的角色 所以这个人 有可能未来在美国的政坛 还有可能会 崛起 有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是第1个 第2个是李尚福是不是 有没有腐败问题被调查 我没有任何消息 这种社会的传言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内容 是因为 李尚福和 之前的国防部长 和现在的中级委 中央军委纪委书记 张生明 他们都出身于 这个 跟导弹 跟航天科技 跟现在的战略预备部队 相关联的这个部队体系 而这个体系呢 有一些官员 被调查 被撤职 一般呢 传言他们主要是 腐败的问题 腐败是中共官场和军界的一个长探 对吧 但是我不认为他们被调查是因为腐败 而是呢 是因为 今年的 所谓的这个 中国气球的事情 美国把它 讲成是这个 间铁气球 美国很奇怪 一直 那么高调的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也没有公布这个气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气球没什么 第二种可能性这个气球很有什么 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公布 因为 如果没有什么 公布出来不好意思 如果很有什么 我不能让中共知道我掌握了你们这个技术 这是在 情报界里面的一个比较常规的动作 除非你想 传递某一些信息或者遭某一些宣传 但是我一直提 除了我问美国为什么不公布以外 我还在问另一个问题 这个气球在哪里来的 在哪里来的 中国说不是军方的 没问题啊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气球发射的单位 这个什么地方怎么发射的录像 专心给大家看呀 因为 中国现在拍什么东西都由手机拍下来 这么一个重要的气球 对吧 那些研发人员不可能不拍 对吧 就这个事情 一直没有任何答案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很容易想到 跟战略预备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有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通过通信技术 烧气情报的这么一个单位 在航天方面 都是主要的一个参与性的一个角色 那么导弹部队的一些人 跟这个系统是有很密切的这个关联 所以这个 这个球 到底是战略支援部队的 还是这个 这个叫火箭军 部队的 我们不清楚 这是一个军事的机密 但是李尚福 他 他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些系统工作的人 如果这些问题涉及到 怎么去追究 你这个气球怎么回事 怎么出事 之前的吹牛是不是撒谎 是不是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事情我们通通都不清楚 通通都不清楚 所以他如果被调查也不要奇怪 但是呢 同时也告诉大家 两个星期不出来弄命也不要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军人他不是像别的国家是一个军政权 中国不是一个军政权 军人 在 一般的场合之下 他落面的机率都不大 所以 除了一些重要的仪式 这些军人他是没必要落面的 没必要落面 所以如果再过几个星期 中国一些重要活动 他没有出来 那在大体上他被调查的可能性就大了 如果说过一两个星期出来 他是不是被调查也有可能性 来可能问问话呀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个未必一定本人 遇到这个 这个安逸中间 我觉得因为腐败呀 简化成为中国的官员出事啊 还是服侍了中国的官场的另外一个层次 还有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不一定是路线的问题 不是政治派系的问题 而是 往往可能在政治上有一些错误 就是工作上 叫什么 工作上实责吧 也可以被认为是 要调查的 我觉得 就像秦刚 被调查一样的 这可是是被举报 对吧 那么这个 他并不是 因为秦刚他的腐败问题 你说外交部一个大使能够腐败大来去 对吧 所以他 绝不是腐败问题 那李尚福也好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们不清楚 有趣的是 主管这个调查工作的 张胜民 本人又是 出身这个部队系统的 当然他有可能会保护一下 但是也有可能 出卖这个 他原来的这些兄弟们 也有可能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我们信息还不足 远远不足 现在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嗯 好了那这个和平先生说了李尚福的相关的事情 那我来补充一下这个 现在的美国驻日大使 因为纽尔 其实你如果看他的出身啊 看他的这个整个的履历 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说呢 呃 简单来说就是他的路子比较矮 很厉害的角色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因为他你看他履历 他不止他的从政啊 和那些 那个 纯政客 是不太一样的 那他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动作 我在网上找新闻的时候 有一条其实在 这几天 因为这个伊曼纽尔去 吃这个日本的 这个海鲜啊 这些鱼生啊 制造了很多话题 那么我找到一张 他在 十多年前的一张照片 在十多年前 在2012年那个时候 这个伊曼纽尔 还是 美国芝加哥市的市长 那在 当时有一张照片 还很有名 当时这个照片显示的是什么呢 伊曼纽尔 坐在一个地铁里 在打电话 当时是 这样子的 是在芝加哥地铁 是在芝加哥地铁里 那么在 你看到的拿着电话的人 就是当时的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 那么在他旁边是一位女士 女士的很惊讶 为什么他惊讶呢 因为这位女士当时啊 是在 芝加哥地铁 接受电话的面试 那可能这个面试的时间啊 可能是不只是10分钟了 可能是15分钟20分钟 那么 在这位女士用电话 接受面试的过程中 坐在这个女士旁边的一个 穿着白衬衫 打着蓝领带的一个 看起来 文质彬彬的一个男士 就抓起这位女士的手机 说了两句话 这位女士就得到了工作 那这个男士 说的两句话是什么 第一句话是 你好 我是芝加哥市长 伊曼纽尔 第二句话是 请你雇佣这位女士 这个照片是真的 这个照片是真的 然后但是呢 像我比较喜欢拍照 我第一个好奇的是这个听起来很像是雷锋的故事 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新闻 怎么恰好就坐在一个正在接受电话面试的女士旁 怎么恰好就有在他面前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可以拍照的东西拍下了这样的一个瞬间 后来我搜了一下这个照片的来源是当时 这个伊曼纽尔市长办公室的人拍的 所以呢 这个公关 这个是一个公关 但是啊 你可以想到 你 你能想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关方式吗 不太可能 所以说 他是随意式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怎么说还是就是路字野的一个人 一个政客 当然了他和这个华尔街也是有联系的 所以说 他 在未来 如果他在这个政坛上还有还会进一步的 有更大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也不奇怪 那这个话题